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最为强劲的 而另外明天 CES要在美国登场了 再加上5G商转元件 这个光通讯的族群 今天持续的传出喜讯 这个股价持续的上攻 另外新巨科 今年的营收 准备要挑战历史的新高 传出喜讯 今天股价一开盘 就跳空攻上了涨停锁死 也带动了光学族群的表现了 另外涨价概念股 是指跌回稳了 包括国具 环球金 今天股价都回神 而今天的谈示如何分析 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品封大中华头顾的 蔡丰盛分析师 曾卫好 大家午安 第二位是连前文总顾问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台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丰盛老师 好的 那投资朋友 在上礼拜五 面对的是台湾股市的破顶 各位跌破了9400点 最低 甚至于压到9300点 齐头附近 你今天遇到的又是台湾股市的一个大涨 我问各位那怎么办 你如果方向都搞错了 一边多一边空 各位那你可能要宏福齐天 都做对方向 不然的话 我告诉各位 就像大多数的投资朋友一样 都会犯一个错误 叫做追高杀低 盘势好的时候就过度乐观 盘势跌的时候就说干脆来做空好了 各位每天都在追高又在杀低 各位 这是大多数投资人的一个什么 一个心态 都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这种病态的一个心理 好 又看得太好 弱又看得太弱 所以你才有可能 在股市里面里面 变成怎样 操作都很不得心顺手 但是在上礼拜五我也告诉各位 当时台湾股市破底 我跟你讲说这个破底 只是做技术面的什么一个交代 重点在于根本就没有什么下探的空间 那时候还没有美国股市大涨 各位 你如果说老师 你一定知道 隔天早上 礼拜六早上起床的时候 美国股市要大涨 不然你上礼拜五在一言星帮里面 你绝对不会这么讲 那我告诉各位 我根本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知道美国股市 他今天晚上要涨来一点 各位 我哪知道川普的一个心态 他会不会又发神经 想说不行了不行了 继续关门 最好关一年了 各位 没有人猜得懂川普现阶段的盘算 但是在上礼拜 台湾股市从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2019年开盘的这三天 我就跟你讲说 讯息在哪里 讯息在美国股市出现一个关键性的讯号 不是整个产业面 而是联准会 可能2020年 他升息的一个状态 这个好事之后 2019年可能他原先要升息两次 他可能还会转回降息 我告诉各位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关键性的讯号 各位是不是 那你再回到台湾股市的一个现状好了 各位 在上礼拜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12月25号跌破9588点 所以9000是必破 所以在上礼拜五杀到9319点 本来就合情合理 但是跌破这9000是不是叫你去反空 你错了 你以融资的一个心态 我那时候是不是跟你讲 当时10月26号 融资1282亿 都已经来到个什么 低档水位 这一波这两个多月来 各位 你以为散户都有进场吗 各位答案是否定的 散户根本不完 所以量能才会萎缩成这么的低 各位 1月3号的融资1270亿 你如果觉得说还不够坚定的话 我是不是也举证交所的董事长 跟你讲的一个讯号来个杯 上礼拜五跟你讲的 台股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 连续三年突破1兆元 2018年达到1.3兆历史新高 殖利率是4.8 赢了英国 赢了英国的4.7% 4.8%成为全球第一 中国才2.33的殖利率 新加坡2.3 印度1.38 韩国2% 日本1.9 所以为什么台湾股市 其实以市场来说的话 我们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的一个股民 大概说到剩下不了一两百万 但是我们的一个什么 一个成交量 你不要以为说1000亿底下 好像整个量能萎缩 其实以其他世界各国来说 我们的一个什么 成交量算是还不错了 因为这些人算了 但是因为我们的诱因足够 所以说外资会优先进来 台湾市场 在这边投资股票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再来看一看 加权指数上礼拜五 1月4号 融资又减了8亿多 剩下1261亿 你事后印证 蔡老师跟你讲的 是不是完全正确 所有的一个动作 绝对不会因为股市下跌 就丧失了持股的信心 反而我跟你讲 你本来就是要产业选股 你本来就不能够投机 去听什么明白 听什么明白 蔡老师这边跟你诉诸的重点 就是产业选股 领先占据这些营收 能够暴洁的个股 完全都是针对散户的一个心态 而且我重塑你 真正能够投资获利的一个方向 不见得说蔡老师百分之百对 那不可能 但是起码会胜多输少 这才是一个好的循环 各位对不对 你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台湾股市 我印出来说涨了196点 结果收盘再涨10点 207点做收 成交量918亿 这个我在9点半早就发给讯息 早就发给全球的学员朋友 量本来就不够了 为什么今天量能会够 因为大户心态矛盾 大户在想到底 我这个时候要不要认同破底翻 如果认同破底翻 今天的量起码1200亿 就是有很多大户 现阶段资金还放在生计 或者不放进来 所以他想说到底 电子股玩真的玩假了 今天的金融股 新光金也反弹了 那新光金 包括金融股是不是交代完毕 如果这些都是满足的话 那当然就是破底翻 搭配美国股市的一个反弹 那我今天也要跟你讲 从上礼拜三 我一直跟你说过 元月份就是红包行情 先下后上 先下后上 先蹲后跳 先蹲后跳 你今天看到盘好 你就觉得坚定性金 那你为什么不再上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赶快去做布局 你今天马上谈个200点 全部都获利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各位 所以说为什么散户始终都是慢半拍 因为你的专业能力不足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各位说 你看一下道琼 道琼指数目前 经由这些消息面 不管哪一天跌就给你拿利空的消息面讲 然后现阶段经济就业数据很好 结果就给你大涨746点 不管怎样底部是不是越来越高了 是不是走一个N型顶 有机会 N型底 各位对不对 道琼是这样 科技类股也一样 不是说苹果能涨到哪里 但是真的 就像上礼拜苹果跌了10% 我就跟你讲这是最好的结果 苹果就是要这样加速下跌 才能够一次的利空出境 我还跟你讲什么 我说台积电守住就好 因为主攻不是台积电 主攻是什么 大力光 各位有没有看到大力光今天强势的飙涨 你也别忘了 礼拜六大力光公布12月份的营收是超级的烂 各位 为什么超级的烂 本来它就是淡季 本来就是因为苹果的一个题材 它会间接的稍微受害 各位对不对 但是在上礼拜我也跟你讲 大力光因为三星 今年的上半年 A系列手机 它接进去了 所以大力光已经到了历史的定位了 所有手机大厂的镜头 它全部都能够出货 这不是台湾希望 什么是台湾希望 平盖三王 破底弯不对 大力光哪有破底 破底的应该是台积电跟鸿海 所以我在那边告诉各位 你说今天的一个希望 为什么会经过礼拜六礼拜天突然之间 诶 猪羊变色 没有啊 台股从来不会突然之间一翻两瞪眼 而是你有没有抓住这个长期的趋势 不是在看一天两天 更不是在看每天在卖掌停板节目的一个什么一个同业 各位是不是 你看一下 Standberg500也是一样N型底 各位是不是 那你看一下加权指数 这一次也破底 上礼拜也破底 但是这个破底我已经跟你说过 这不重要 这只是交代90004必破 因为9588破了 各位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的一个洗盘很漂亮 对不对 然后拉上来 今天这个盘是涨了200多点 当然破底翻起码今天百分之百达到目标 那你如果讲说老师那怎么办 那美股又谈 那其他应该还有拖累的一个什么一个股市 全世界最烂的是什么 大陆股市 大陆股市上礼拜也破底 各位 大陆股市破底为什么 因为我跟你讲的 2460点一破2449必破 但是2449必破 你也不要考量到 你千万要注意到 他们是四大天王联手救市 他们如果这个就是不成功的话 各位 这不是人头落地 是光位不保 可能一下子又被双规又消失掉了 全世界失踪人口最多的可能是中国大陆 一下子就被人家双规双开 各位是不是 所以说你来看一下上礼拜 上海 上礼拜五它就已经破底直接拉长虹 而且上礼拜五的台湾股市还没有拉这长虹 但是我还是告诉你 这个就是有它的运作的空间 你来看一下 出现了 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玩央行 也就是说央行对货币政策 升息降息 对于金融游戏有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说 美股再破底不重要 重点在2020年原先要升息变成要降息 2019年原先只剩下升息两次可能不升息了 反而有可能今年会降息 如果联准会是这么灵活操作的话 美国股市你哪有看跌的理由 而且美国股市已经跌了 美国股市已经跌5000点 跌不多吗 多 所以你来看一下中国央行 中国人民银行 礼拜五晚上 班网宣布 1月15跟25号下调存款准备率0.5百分点 对不对 又来一次一次降 是吗 各位就是这样 然后呢 合计释放1.5兆的人民币 而台湾将近7兆 所以说你现在再看看其他的一个全球股市 到底还有哪边有问题啊 我不知道耶 反正破底也都给你交代啦 那接下来就圆月资金行情 今天新台币有没有升值 有啊 那是不是很多雏形都慢慢的拒拳 也许上礼拜你不认同蔡老师 为什么 因为上礼拜我台股还破底 怎么蔡老师会跟你讲说 这个时候破底只是交代之后 圆月份的行情会先蹲后跳 你今天看到大涨了207点 你还不认同蔡老师 你可以明天再等一天吧 各位 但是各位啊 不要到月中啊 还不跟上来啊 这样你太慢了 代表这个红包行情你是拒绝哦 各位 大力光 主攻 有破底吗 没破底啊 2875哪有破 各位 你看一下大力光 今天收盘收多少 我们请导播打出来啊 收多少 今天收盘 3105块 涨200块 各位 来大力光 这礼拜四法说会 12月份营收32亿 9个月来的新低 今天涨什么 奇怪啊 他那边利空这么多 其实我们也很少看到大力光会在6日公布营收 可能啊 我在刚刚盘中啊 跟平均连线的 我讲说这也不错啦 因为代表这个大力光的老板 可能啊 心中开始有股价 原先很啊 淡然的 因为股票都6000多块嘛 一张600万 心中无股价 跌到3000塊 老闆變成心中有股價 看到美國股市長趕快中午時刻 趕快發一下12月份的營收 因為他不像台積電 公司事業體這麼大 他要到1月10號才公佈營收 他在禮拜六 今天是不是又開始利空出境 各位 主攻在這裡 一定是大立光主攻 那大立光為什麼主攻 這禮拜四他會法收會 他第四季的營收124億 非常的差強人意 法人原先顧150億 但是這都過去了 因為一下就反應完了對不對 1月10號 周四大立光法收會 蘋果條項猜測怎麼看 大陸智慧型手機 多鏡頭的趨勢 還有秘密武器黑鏡頭 我們等他禮拜四 因為蔡老師也不知道 就像我上禮拜 我就說政策面好像有一點主導 連報紙帳都有講說 不要去期待大立光的法收會 不要去期待台積電的法收會 各位對不對 報紙媒體先入為主 為什麼要讓你殺在最低點 你先去算他們賬沒有意義 因為他們通常都在幹這些事情 就是逼著賞戶去追高殺低 他們完全沒辦法幫助散戶賺錢 所以說你現在去怪那些記者媒體沒有用 你今天你要看一言星幫的節目 對散戶才有幫助 來各位 大立光 我跟你講的 補足了最後的一個什麼 一個缺塊 南瓜的所有手機廠的訂單 三星A系列 三鏡頭去年1% 1,500萬支 今年2019年放大到14% 2億1千萬支 明年27% 4億1千萬支 你說這個時候不是在養出底部 罵什麼時候是養出底部 台積電就不用說了 各位 甚至於說什麼 來你看一下 我跟你講的來 台表科來 公佈了 6278的台表科 上禮拜五 4點21分公佈的 來 去年2018年 營收306億年增16% 來各位 你看一下這邊 12月份的營收年成長43% 1到12月 16% 你看一下6278的一個台表科 蔡老師跟你講的 從拉回來的一個最低點 我跟你說 各位 包括什麼 包括業界扶植京東方 12月份的營收 今天的台表科 我們請導播打出來 6278的一個什麼 一個表現 各位 所以說你今天如果還不知道 其實做股票 就是要做讓頭上的產業的話 各位 就算行情天天漲200點 你也賺不到錢 因為大海就 就不是每個地方都有魚 所以我希望各位好好把握 圓越紅包的行情 趕快搶先佔有 槍在手 錢在你的手 趕快跟著蔡老師來走 跟著蔡老師來買股票 有任何難題一通天話 蔡老師全心全意幫你忙 我們把時間交還給曾偉 更多的操作策略 建議廣告回來 繼續請蔡老師分析 歡迎回到一言星邦 再把時間交給蔡老師 好的 感謝曾偉 各位 這個2019年 蔡老師明天晚上 會第一度的 又再度的在 五期金錢報 跟各位講產業面的一個變化 這也是第24集的一個什麼 一個播出 我希望投資朋友一定要好好把握 因為蔡老師幫助散戶的一個動作 都會持續下去 不管大盤好還是大盤不好 上禮拜我就跟你講說 你不用怕 因為整個的一個什麼 交代完畢之後 也不敢講今天一定要破底翻 因為不是全部股票都破底 為什麼一定要破底翻 對不對 股票本來就是在碟市當中 你是買好股票 你就賺少一點就好了 那在漲市當中 你就賺多一點 各位 因為你要拿你的專業來換錢 就像說你今天有產業面的一個疑慮 我會幫你解讀出來 如果說有產業面利空的 我們就能夠避開 金融股 對不對 蔡老師講完之後一路的崩跌 各位 金城銀 國泰金 富邦金 星光金 中壽 我不是針對這些特定個股 蔡老師不會這麼的主觀 比方來說這個人老闆 我看了不高興 我就一直在節目上 蔡老師不會利用這個工器 我也跟你講說 為什麼我這麼看 各位對不對 金融股怎麼走 因為全球寬鬆跟緊縮的貨幣政策不同調 那再加上台灣金融股有些會對損失2000億要認列 對不對 所以除了星光金之外 你又看到一大堆三商人壽 一大堆全部都拼空 金城銀 除了整個債券的操作的一個利差萎縮之外 對不對 重點是他還去放款給華映 所以他也認掉了打呆16億 各位對不對 所以說你要等這些利空消化完之後 該減便宜的我們再減便宜 所以股票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說你回到的重點還是要去買股票 各位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蔡老師在去年的最後一集 第23集就講美國的升息 但是歐洲 日本 英國 台灣不升息的省思 完全的不一樣 全部的東西都放在屏風大中華來生活圈 給所有的散戶公開印證 那回到的重點 全子股呢 各位 你包括今天鴻海還是反彈了嗎 我上禮拜五不是跟你講這個就是破底 但是他破底也要反彈 你也不要把他看得那麼衰 只不過他破底反彈 你要把他想著說他是真的很好嗎 我不認同啊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產業面的利多嘛 所以雖然也跟著反彈 各位 但是你如果之前已經報了那麼久了 你是不是應該趁著這一波反彈的高點 趕快做一個什麼 換股啊 不然怎麼辦 對不對 你一直要等到 鴻海你到底買了幾年 五年四年三年兩年 還是六年七年八年十年 還是二十年 我不清楚 但是起碼鴻海要克服的東西蠻多的 對不對 包括毛利率 包括業外的一個注意變成拖累對不對 競爭者崛起還有現金殖利率也很低啊 剛剛就跟你講 台灣的平均現金殖利率是4.8 鴻海是2.35 只贏中國大陸 還有呢 鼓勵配發也不好 這是內心話 所以說說實在 鴻海蠻欺負股東的 怎麼會去照顧股東對不對 2330的一個台積電 這禮拜一月十號公佈營收 因為台積電企業底大 所以都會壓在最後一天要原諒他 重點是下禮拜四是法說會 那台積電是第一季是淡季 各位 你不要把他想著說法說會要講多好 第一季本來就是淡季 但是如果說能夠利空不跌 就像大力光一樣 那台積電搞不好底部也出現 對不對 所以說我在這邊才會跟你講 其實半導體2019年全世界都不好 你不要去期待好 但是唯獨台灣的台積電 各位 你不要把它看得太差 因為只有台積電是正成長 包括韓國-35% 中國也是-2% 日本也是-1% 只有台灣是什麼 正的24% 各位 因為台積電的5奈米3奈米 都已經明朗化了 所以說這一次只要把 IBM跟三星再把它KO的話 哇那我看台積電吃個5年10年 應該沒有問題嘛 各位對不對 就如同之前在過年前 我跟你講換股換股換到什麼股票 5G嘛 你看中壘哪一次讓你失望過 這一波今天也來到了68塊 之前696 如果收盤價能夠站上682 代表696避過 這是技術面的一個研判 對不對 而且他營收還沒公佈 蔡老師不會去做營收不好的股票 除非真的是比預期 落差太大 我們才會換股 不然的話就像我告訴你 我做的都是產業面選股 一定要做到好股票 才給散戶真正有依賴的感覺 不是做到那種漲最多的股票 各位漲最多的股票通常是人家的遊戲 對不對 人家主力大戶 因為他們可以去認養個股 那認養個股 都是一些 基本面爛的股票 他們才會去認養 你不然叫他們去認養台積店 他們沒有那個實力 所以說他們有時候是炒股 炒股的話就是低檔買 然後配合利多再倒給散戶 這對散戶絕對是致命傷 所以你看到蔡老師的節目 不是每天在給你講漲停板漲停板 雖然說這樣很省力 但是蔡老師做不到 因為這是原則問題 所以說蔡老師是跟賞戶站在一起的 各位知道嗎 5388的一個中壘 對不對 去年 2018年賺3.2元 今年預估可以賺5.13元 等他12月份營收公佈嘛 對不對 像我剛剛跟你講的 6278的一個台表科 大幅成長 對不對 今天收盤也收在39塊 你看營收都寫在這邊 對不對 你看這一兩個禮拜 我跟你講的台表科有讓你失望嗎 12月份的一個年營收多少 43% 正成長 去年1到12月 16% 對不對 那如果這些個股你能夠認同的話 讓頭上的一個產業 你更要好好把握 就像我跟你講的 現階段油價反彈 各位還說實話 留意 各位 甚至於說什麼 嘉哲 Type-C iPhone的手機都要用了 字幕 底部成形 等待營收 所以台灣股市沒有對賞戶不好 你一定要一切要拿你的專業來換錢 就像我跟你講的圓月紅包行情搶先佔有 槍在手 錢在你的手裡 跟著蔡老師來布局 讓你恭喜發財 好好的圓月泛行情完整的掌握 我們把時間交還給曾偉 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 也提醒觀眾朋友 節目當中的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朋友還是要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風險 盡力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